字幕作词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了橋 我是包波 我是文 東西的美食真的是太多了 不知道從何選起嗎? 今天東橋就要來介紹 10種東京美食基站區的分布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東西是壽司 壽司的基站區 首先來介紹銀座 銀座這個區域平民高級的美食都有喔 所以在這邊有迴轉壽司 也有米其林星級的壽司 東橋推薦TOKYO PLAZA上面的 更是Hanamaru壽司 它的CP值很高 而且有很多很好吃的壽司喔 被譽為壽司之神次郎的店也在銀座喔 Hanamaru Ginza的澡金港回轉壽司也不能錯過喔 我們現在來到豐州市場 這裡是由原先竹地市場的內場所遷徙過來的 就來看看幾家壽司店吧 這就是原本在竹地市場非常有名的壽司大 另一家也很有名的大和壽司 則是搬到了位在蔬果市場的一樓 時代的迴轉壽司密度真的很高呢 光是一個洞口就有好幾家喔 西五百貨有美能力壽司 還有大江戶迴轉壽司 還有迴轉壽司 原主壽司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燒肉 這也是燒肉的基站區惠比壽 惠比壽算是一個很時尚的住商混合的區域 所以這邊有很多高評價的燒肉店 這家是東橋心目中第一名的燒肉店 USHIMIZU 這家店的肉品質很高 而且每道都有店家建議的調味法 好軟 那個好軟嫩 天啊 1995年發祥於惠比壽的燒肉 KORRAGI KORRAGI在東京有超過60家的分店 以這樣的連鎖店數而言 肉的品質相當穩定好吃 也大大增加了預約的便利性 好軟喔 好肥喔 好軟喔 我們也推薦另外一家 一樣源自於惠比壽 2013年開幕的KING TAN燒肉 燒肉其中一個基站區就是中木黑 松木黑鴨是個美食天堂的宿宅區 所以如果要找燒肉店餐廳的話 都集中在車站的附近 這家是東橋吃過的燒肉店 烤鴨肉飯餅 這塊超厚的燒肉是烤牛排 肉質不老,柔嫩又多汁 整塊的牛肉更飽含風味 松木黑最好吃的燒肉 都聚集在霧黑銀座商店街 這家Beef Kitchen在松木黑是大人氣 成天這個地方也是上班主 在下班喜歡聚集的地方 下班之後這裡吃個燒肉 最棒啦 這家是燒肉店 這家也是炭火燒肉的名店 還有這家燒肉 新橋這大車站 我們身口出來的區域還有超過數十家的居酒屋 新橋這邊因為很多上班族 所以很多居酒屋 這邊居酒屋都蠻有特色的 然後吃起來也很便宜 我們推薦九州料理的居酒屋 這家店是以九州料理為主 它所用的豬肉是日本廠 這道是豬腸燉豆腐 以及居酒屋的定番串燒組合 還有重口味的鐵板泡菜牛場 來日本一定要吃吃看居酒屋 體驗一下最道地的日式料理 上野這邊是一個很大的轉陰站 所以很多光榮客也有很多上班族 所以從上野到玉圖町這個區域中間 有著非常多不一樣的居酒屋 我們推薦這邊的馬如哈酒廠 可以吃到很多海鮮 我來了 中葉北口出來的一番街 也有非常多的居酒屋 我們推薦這邊的海鮮居酒屋入蒸汽 它竟然是 鮭魚飯糰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天洞 天洞的基站區是淺草 淺草是一個歷史跟文化都非常豐富的區域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傳統的美食天洞 在這裡有不少的名店喔 這個是淺草 Taberogu評價最高的Masaru天洞 這家Masaru天洞 是淺草當地大人氣的天洞名店 用料相當的實在 可以吃到一整碗滿滿的海鮮 觀光客心中的天洞名店 大黑家 我們現在要介紹蕎麥麵 門前仲頂這裡也是有很多蕎麥麵的地方喔 門前仲頂這個地方還滿有夏天的氣氛的 越是復古的地方 就越可以吃得到這種傳統的和食 推薦這邊的手打蕎麥麵 萬壽安 大家餐廳和日式的海中都一起 這裡的蕎麥麵是用石臼 下去磨出來的粉 另外也是完全純手工擋造的喔 充滿歷史感的淺草自然而然 蕎麥麵店也很多啦 我們也推薦這邊的壽把店偉章屋 我點的是上等海老的天洞蕎麥麵 這個史上最巨無霸的蕎麥麵 哇 耶 大家來試試看吧 哇 我們接下來介紹的是咖哩 夏北澤也是咖哩的基站區 其中最有名的是湯咖哩 這家ロジウラカレサムライ 是東橋心目中湯咖哩的第一名 真的超好吃的喔 這張店的特色呢 就是他們所用的食材 包含今天點的20種野菜 然後還有他的米飯 都是來自於被海盜契約的農家喔 三日月牙也是サムライ系列的咖哩 超豐富咖哩飯來囉 夏北這邊是一個很不錯的住宅區 有很多小店跟古著店 那除了剛剛介紹的兩家咖哩店之外呢 還有一家Magic Spice 我們也非常推薦 因為它非常有特色 Magic Spice的店家裝潢很有異國風情 主要販售的是可以客製化配料的湯咖哩 神保亭的這個區域呢 屬於辦公商業區 然後這邊以歐風咖哩為名 這邊有相當多的補書店 推薦位於神保亭的大人氣歐風咖哩 Curry Bundy 它現在已經從二樓排隊到一樓了耶 這裡的歐風咖哩 跟台灣常見的日式咖哩比較接近 它的咖哩呢 其實真的是有比較偏辣吧 但是還是吃得出一點點甜甜日式咖哩的感覺 然後整體來講味道相當的濃郁 我們家是命一間神保亭的咖哩名店共同糖 好不一樣的咖哩 是很胡椒味的咖哩 香料味很濃 好吃嗎 好吃 距離新宿不遠的CDY很多咖哩店喔 我們今天來的有點晚 所以這家店沒有開 但這家Spoon咖哩非常有名 還有這家白名店 Rahi Punjabi Kitchen 還有大人的食堂 這家也沒開 全共有菇 拍片是很辛苦的 但是這應該很好吃 我們現在要介紹甜點的激戰區喔 講到甜點 第一個會想到的地方就是自由之丘了 自由之丘這邊是一個很悠閒的住宅區 還有很多甜點店等著你來發掘喔 這家店是自由之丘最有名的甜點百明店 Pâtisserie Paris Ceviche 這家在Tapeloku上面有3.9億的高評價 我點的這個是橘子巧克力蛋糕 還有隱藏在鐵櫃旁的甜點百明店 我點的Mkoyde 銀座這區的甜點店也多如繁星 千萬不能錯過 Kirarito Ginza Mercer Browns的法式廚師 真的超好吃超軟的 它這個吐司內餡不知道怎麼做 但是超級鬆軟綿密 然後整個從吐司的裡面一咬下去就哇 整個爆發出來 銀座知名的牧村家的紅豆麵包 你可以買了在外面吃 也不要錯過了 它這個摸起來有一點油油的 有塗油 然後哇 紅豆餡 超飽滿 很紮實 然後甜甜的 可是不會很膩 好吃 咖啡也是我們很推薦的東京美食種類 我們現在來到咖啡基站區 青城白河 這邊的咖啡店 散布在駐彩區的各地 所以看完東橋裡面做完功課再過來吧 這東橋一個月至少會來一次的Iki Cafe 這邊的藍亭跟Paul Press也都蠻有名的 這家鮑泥咖啡的黑咖啡 這是一絕喔 藏前這幾年也有很多新興的咖啡店 像是這家鋁舍複合咖啡店的NEWY 家店裝潢式的特殊 有大量的原物當家具 然後還有什麼就是紅葉風的感覺 這邊我們也推薦CAMERA CAFE 還有美國來的Dandelion Chocolate and Cafe 這家Sauce Coffee是很有名的喔 中暮黑也是咖啡的基站區 這家是ONIBUS 暮黑穿的兩旁也有不少有特色的咖啡店 還有這家Side Walk Stand 我們現在來介紹異國料理 首先來介紹有東京小巴黎之稱神樂版的法國料理 現在是Tapelokupin加4.1分的Tatouette 現在是我們跟嘉純吃過的Latelas 新大酒堡這個區域就像小小的Korea Town 對這裡有超級多的韓國料理 這家Delika Ondoru 算是新大酒堡最有人氣的韓國料理店 自帶這一區呢由於居住了很多華人 所以非常多中華料理店 我身後這家富麗華是卡拉OK加中華餐館 那包吻也常在這邊唱歌詞的東西喔 這家有香生煎館的上海生煎包 聽出來蠻好吃的 我們現在來介紹炸豬排 這也是被稱為炸豬排勝地的高田馬場 這家是日本第一名的炸豬排陳葬 那同時也食べ到一個Silver醬喔 另外還有也是豬排百名店的 通Q 吃完之後啊 它整體的肉是屬於一片瘦肉 但是呢 一點點的肥油吃起來非常的順口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10種東京美食 激戰區的分部 我是偉恩 我是寶波 大家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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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我們下次再見 了 感谢观看